你知道哪个国家使得万邦来朝吗? 经历安时之乱,班政割据后还能统治中国一百年, 它究竟有多么强大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强大的国家。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个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在如今只要是谈起盛世王朝, 我们都会想起一个朝代,那就是汤朝。 在如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历史界, 都同意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就是在汤朝。 汤朝地域辽阔,是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开元盛世时期,领土最为辽阔, 它也是唯一为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汤太宗李世民登记的时候, 大唐的版图还只有中原汉帝和和系带。 汤高宗在位期间,就已经收复西域, 墨北邓地。 大唐江域空前强大。 唐玄宗时期,东北地区一达库耶岛附近, 朝鲜半岛都已经纳入大唐版图。 西部江域甚至到达今天伊朗一带, 大唐的版图达到极盛, 之后领土并开始,大幅度缩顺。 唐太宗李玉在位期间, 唐朝领土开始锐进。 唐德宗在位期间, 西域已经和中原断开。 到了唐朝后期,西域已经不再是唐朝领土。 灭国前期,大唐江土只比初期略为大典。 回望大唐这么多年来的疆域变化, 它曾经非常规划, 只是这一段历史不够久远。 当谈论极盛时期的大唐时, 我们不能忽略它领土大幅度变更和缩水的各个时期。 这是完整的大唐疆域, 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唐朝。 唐朝最鲜明的特点在于政治开明。 唐朝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 在政治上高度统一, 皇帝大权在握。 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 认识到了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的道理。 李世民上位之后, 时刻提醒自己, 要头脑清醒, 心胸开阔, 善于发现自己的错误。 唐太宗李世民在隋朝的基础上, 创建了三省六部制, 使得官员之间各司其职, 相互牵制。 作为帝王最主要关注的, 就是牵制制的。 刘备正是因为他的知人善任, 才在谋略不如曹操的情况之下, 还能建立蜀汉, 成就帝业。 唐代君王大都深谙辞道, 唐朝采用科举考试的方式, 选拔人才。 武则天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 还开创了武举和殿士。 唐玄宗李隆基任用高官主持科举, 提高科举的地位。 唐朝开明的政治制度, 才有了后来的繁荣昌盛。 开明的民族政策, 是唐朝繁荣的最主要的原因。 说到唐朝, 我们都会想到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开放。 唐朝建立之初呢, 实行开放的政策, 当时许多外国人, 出于各种原因, 都来到唐朝居住, 尤其以首都长安, 最受他们的青睐。 当时唐朝对于这种现象呢, 一直抱着欢迎的态度, 也恰恰因为开放, 使得唐朝与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 也十分的频繁。 在西汉时期, 开辟的丝绸之路, 更是在这种情况下,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甚至大部分财政收入, 都来自于丝绸之路的交易往来。 在唐太宗时期, 因为国力强盛和对外开放的实施, 使得唐朝出现了万方来朝的盛世常见。 唐太宗李世民以开明大度应对万方来朝, 不断包容吸收学习外来文化, 传播唐朝的本土文化, 从而使得国家强盛富壤。 而唐玄宗时期, 有国家来大唐朝拜进行, 有的使者朝拜的时候, 依照他们国家的崩锁, 不贵也不败。 皇帝也不与他们计较, 很是高兴, 更是体现出了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朝兼收并需的社会崩系, 给各个民族的相互融合,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经济的强盛, 是唐朝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唐朝统治时期, 使中国由上古经济逐渐转变为 中式经济的关键时期。 经济繁荣发展, 但是所谓要想赴先修路, 唐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个深刻的意识。 唐朝的国内交通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水路交通也十分的便。 唐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兴修水利, 唐朝设专官管理水利事业, 各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 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 就大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 玄宗还在全国各地大型屯田, 江南水田地区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和耕作工具, 驱缘梨, 水车, 桶车的运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成活率, 使得粮食产量不断地再提高。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官府仓库的粮食一满仓库, 还造成了唐朝以胖为美的审美观点。 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加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手工业的发达也是唐朝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 其中包括高度繁华的丝织叶和陶瓷叶, 绑织以丝麻织品品种繁度有零、鸡等十几类, 有的丝织品吸收了波丝的织发和图案风格, 陶瓷叶也出现了很大的发展, 创制唐三彩、形窑白瓷、月窑青瓷、密色瓷, 在造纸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 甚至出现了雕板印刷技术。 船只方面,当时唐朝已经能制造出使用推进器的战舰, 是最早使用机械动力的轮船出戏, 能造当时海上最大的海船, 由海上霸王之称, 至红州就能造出海船五百艘,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 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唐朝时期,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厉害的人物, 诗坛人才辈出,涌现出了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首的优秀诗。 他们的诗作浪漫瑰璃、雄魂洒脱, 为大唐王朝添上了辉煌壮阔、神秘朦胧的气势。 不仅如此, 在绘画方面也取得了非常高的成绩, 出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画家, 如严厉文、吴道子、张轩、周芳, 他们推动了人物画的进一步发展。 壁画方面, 敦煌墨高窟、龙门石窟、四川乐山大伯等, 都堪称贵一副神功。 精湛的技艺让人实在是叹为观止。 当时, 唐朝艺术位于顶峰时期, 无数知名诗人画家获得赞誉, 几乎所有艺术文化在那个时代受到了高度赞赏, 文化交流也被用于外交。 日本是受唐朝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发展军事更是国家强大的首要任务, 唐朝在安史之乱, 吐泊入侵, 搬阵割据之后, 依然能够统治一百多年, 着实证明了他的强大繁荣。 唐朝的军事力量, 无论是在使用设备上, 还是在作战武器上, 都是相当强大的。 唐代初想要开阔疆土, 士兵人口进行扩充, 进行大规模的训练和教导。 当时的日本、西藏和许多中亚国家, 屈服于唐朝的军事力量下, 唐朝打仗时依靠骑兵步兵和海军, 还创造了军事经验, 用来寻找最有才华和最勇敢的将军。 唐朝的军事的繁荣在开阔疆土, 历经多次战乱步道,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的强大。 唐朝全省时在文化、政治、经济、 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小伙伴们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